女人公募集南投南東城加油站 土石流第一現場 哭聲明顯能感受他真的顫抖 塞牛 莎哥 你還在裡面嗎 出來 出來 你還在裡面 土石尼流不斷從圍牆衝刷下來 他越發緊張放聲大喊 因為辦公室裡70歲老站長 還沒有逃出來 大哥 你去老站 抓出來都不要了 在幹嘛 就怕土石釀成一萬女員工 又慌又心急 但反覆喊了好幾聲 離頭的老站長就是沒有反應 兩三分鐘左右的時間 泥水夾帶土石就下來了 他們先跑出去到隔壁工況處 跑過去以後 發現我們的老站長 還在現場 他會緊急又跑回去 當時加油站裡面 加上老站長一共有三人 不過事發當下 因為老站長有點重聽 沒有聽到外頭的呼叫聲 最後是女員工冒著風險 衝進去把他給救出來 女員工 那他就聞到很重的一個土石 泥流的那種味道 那那個味道有點像那個 下大雨過後 學校操場 然後水泡在那個土裡面的那種 土石那種泥水的味道 他就不太對勁 那所以他就往我們 加油站後方的擋土牆 去巡視一下去看了一下 所以就發現已經有那個 泥漿水已經流下來 驗著說多虧這一位資深女員工 警覺性高第一時間 聞到了土石流味 類似山林樹木腐朽的味道 當下就發現不太對勁 再加上這個加油站 有土石流站支撐 包含這一次已經發生 四次土石流 女員工也在加油站工作 長達21年 之前有過經驗才能夠即時察覺 帶著大家緊急撤離 死裡逃生 大哥 你還要在裡面嗎 出來 起碼北線 我是洪一城家過禮菜 南頭上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